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參加哲學信息 我們現在在談這個e-tech的時候 等一下我們再起唱,由孫維先生先開始 再請那個俊宏,然後最後再請雍林 謝謝各位,特別謝謝凱克 今天有這個機會能認識大家 然後也謝謝各位的支持 因為從上個月之前我還是一個 在菜市場秀學號的一個小人物 然後因為對這件事情非常的反感 然後覺得好像大家都沒有什麼反對聲音 也沒有什麼實際行動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們就自己來試試看 那馬上我們先來演一章 然後我一開始,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這位朱先生是我朋友的朋友 那他,我是看到他有設計的這個 他照日本的e-tech這個衛著裝 他去改了以後,他改成台灣版 就是紅色跟藍色 也就是喜歡附件 還有什麼過付費全程附件 這是他參考日本設計的 然後他在土地上送給他的好朋友 總共送個十套 他的一套就是下面兩個黃色跟藍色的 那時候我就看到我的好朋友在分享 我就透過我的好朋友去丟一些給他說 欸凱哥凱哥給我一套 拜託我好想要,我好討厭巨巨動喔 然後結果我這位朱先生說 對不起20套發完了嗎 他說不過我開放版權你們可以自己去印 然後我想說哇賽 20套我真的拿不到 老實來印就一千張送給大家 我那時候其實是稍微有一點點不帥 可是我覺得沒關係啊 因為大家都要有一點參與 要有一點幫你自己去參加 你自己有不滿就要去實際去做 那我就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複線了 所以我就稍微改一下 改成我自己的版本 然後我就印了一千張 他送給我的好朋友 然後結果 我就現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有發佈這個消息 然後很多好朋友都說 欸我也要印一千張 然後很多人就開始說要幫助我 然後結果 結果我們在1月大概1月6號7號的時候 是第一次送完兩千張 結果就出起意外的晃動 然後我有點意外 那就是這個就是我 一開始 做印貼紙的原由 然後那時候這個Locker 一聽到我在送貼紙 馬上匯了一千塊到我口 我跟他延伸是很久的啦 他說欸我要一百張馬上幫我寄過來 我就馬上去給他一百張 然後後來也會陸續印好多次 都是很多朋友幫忙 那我們下一頁謝謝 那為什麼我們會反對你配合 我大概 我昨天這幾天整理了很多很多 然後我大概分成這四大便 因為其實 我已經刪掉很多 都盡量不要講 我們下一頁謝謝 好 是不是跳過的 有點難掉 第一個我們先看政治的方面 我們很討厭就是 我們每天有20公里免費 還有有貼一貼的有九折的優惠 可是這都是由交通部去提供 遠通 都是我們全民買單 我們覺得這個非常不合理 然後之前OBU 他使用率未達使用率 然後累積的11馬馬都沒有繳 然後還有 那他會講一下什麼座椅 OBU 可以看一下 林大科這邊 就是那個機上的 最早期的機上 裡面的新鑽卡是我的金融卡 好 那這個機上的這個 還要在窗那個 那個窗上面打個洞 有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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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的一個洞 這是機上的這個大高 我們先解 那個請的那個李大哥 先解釋一下 怎麼是那個 OBU OBU其實就是一張初始卡 它也是一張卡 可是它的原理跟e-tap的原理不一樣 那它的那個 後板的失敗率會比較低一點 那這一張卡 最早期是一定要放在 那個車子的正中央 一定要貼在正中央 它不能在左邊也不能在右邊 它一定要在正中央 那這一個部分的話 它有一些好處 我覺得還要比e-tap好很多的 比如說 它雖然是體積比較大 它佔了一點空間 可是它會有顯示穴的 那它扣環的時候 它會一B兩聲 就知道說 這個已經有扣環成功 那如果沒有扣環成功 它會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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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會有三聲 那你也知道說 這是沒有扣到的 那沒有扣到的狀況之下 它還會傳簡訊給你 哪你就是到便利超商去 i Poke 或是說其他的系統 去補這個帳台 去腳 可是一樣 如果你沒有在席線內補腳 HAZAM 你還是要 對!會被划 沒錯 那這個就是早期的POPA 那等一下我再做一下 這是我們後面的費用 好 謝謝 總統 還有連通公司 承諾說要照顧好收費員 可是目前947人 只有56人有工作 這些收費員也都有跟我們一起上街 去抗議 第三方公證大概不公證 他們評選出來的第三方公證大概 其實都是他們自己的單體 也就是之前評選委員生意 過年的時候 說什麼500塊的 加倍復環 然後170匹生存就有比通過 然後交通部也是在那個 任何問題的時候第一時間先還價 先幫連通公譜好 我們嚴重懷疑他有患傷後期 還有預付出職制 他的利息 當初是承諾在合約裡面 是給連通公譜合理的 是他們的利潤 可是他並沒有讓我們回歸到用路了 而且任何的手續費都要跟我們用人 斤斤計較 還有系統方面 包含從複扣盤 複扣平面車道 還有 什麼叫複扣平面車道 你解釋一下 複扣平面車道就是 用路人他在平面車道行走 可是最被高架 高速公路上面的感應機扣盤 這是非常嚴重的 舒適 然後還有脫掉 有民眾網他的車子幫忙 從高速公路脫掉回其他地區 沿路上就是 脫掉車也扣盤 然後脫掉車上的車子也扣盤 包含在譬如說郵寄 那個貼紙放在郵局的車子裡面 他也可以連入口 然後還有 電視一再錯誤 還灌民眾的車牌太張 然後他們的照片都有公布出來 其實民眾的車牌一點都不髒 然後 這個灌水民眾的車牌太張 是遠通嗎 對 不是相當不錯 不是相當不錯 這個 阿公很緊張 太太看著娘 還有之前那個 民眾的ADP 他自己的頻寬太窄 他的設計也不好 就是讓人家 我們要查詢我們的靈系的時候 他的資料會塗進去 因為頻寬太窄 然後就會變成自己嗨對自己 然後還說我們民眾就嗨對他 那時候他喊 他們要去報警 這都是謊報 其實他們自己的系統太爛 然後這幾天的計劃就說 扣款扣到了已經暴廢了車輛 然後他還不承認 說他確實有上路 下一節就是這樣 各自方面 之前有那個 刑事局要求遠通能提供 行車紀錄的影片 提供他們做於刑事 或是維護治安的方面 但是遠通要求 刑事局如果要調查資料 他必須要付錢 之前從1900萬的價格 談到700萬 然後最後沒有成交 然後遠通就說 因為各自的問題 所以我們不能提供給你 但實際上是價格談不論 行事局不願意付這個價格 這個是 這個有點奇怪 因為各自的問題 應該是空洞產 還要經過那個 秘密通訊 秘密的 其實個資保護法 所以在這裡面的話 他提供行車紀錄 如果他散生提供別的行車紀錄 也是也會有問題 所以應該是說 應該有行事局 可以在用於行事方面 可以維護治安之後 是可以調料的 但是他是喊假的 所以這是其實比較不合理的 如果說以後這個監視器的紀錄 如果都是喊叫的話 那里長 警察也要幫他跟里長調料 理名那個相當的監視器 然後就是先要給錢 這個是不太合理的 然後之前呢 遠通網站也有被駭客欽 他的網站全部都盪不了 然後還有一個新聞就是 有個教授 他買了新車 就是新車送過來的時候 他本人並沒有同意 這個教授後來有去告他們 結果遠通說 他們是 先行車就代表同意 還是什麼之類的 然後現在他們遠通把責任 推到這個辦車的業務 跟他們去 然後 之前還會拍一個影片 有一個民眾在收費站 對那個會台服務下去怒謀 就說 我要儲值 為什麼還要對我的身分證 我就是對這台車子 我對這個e-tech的號碼 我儲值 如果輸錯的是我的 我自己要負責任 然後那個車主 不願意提供身分證號 然後這個有上新聞 大家應該都有看到 下面 再來就是腳背方面 這個大概是跟我們 非e-tech用戶 有最大的影響 像我本身是從 OPU到e-tech都沒有使用 那如果我走了高速動物 我要查明記的時候 我在網站上不能查 我一定要到他們的門市 才能列印 要列印我的名席 而且一張兩塊 我去印的時候是A5的 他不能用一張A4給我兩張 就是給我兩張A5 讓他們覺得很生氣 不過那時候 剛好在過年期間 他們說 那個時候是免費的 那個時候 我去印 不然我是在不願意講這個節目 然後再來就是 遠通之一合約 他應該有3600家門市 然後他 目前只有120家 目前只有120家 然後他的說法是 我們還有超賞 還有眾有 我們那些違反中心啊 也都算是無私之一 這個比我非常強 然後還有 我們每通信一次 就是他會收 我們腳背 他會收一筆五元的手續費 如果合理的話 你應該把這個月所有的 就是 筆數的合計成一筆 一筆五元的手續費 可是他不是 他說你這一天就是 五塊 在這第二天又是五塊 所以我一個月可能要 講十幾塊的手續費 反而會比我購物費還多 這是 非常不合理 這個手續費 你有沒有講的 一筆是e-tech 他如果說是 在非用戶 非e-tech用戶是不是 針對非e-tech 對就是針對非e-tech 他們說 e-tech的用戶可以在超商 腳納 然後他們會自己 洗手手續費 這個部分我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我有實際去角度這個部分 他所謂的一筆收補員的費用 應該是他寄來的這張單子 那裡面會有好幾筆 比如說我那個1月8號有去到林口 或是還有1月12號 有去桃園 那這一個部分 他兩個金額是 一筆是五塊 一筆是二十塊 那這兩筆加起來 他總共是收一筆五元的手續費 那這個是那個萊爾夫 他有開個1筆五元的手續費 而不是說每一筆 他都給你收補員 那這樣不是太突費 所以他是這樣子 一筆五塊錢 那我去那個 萊爾夫去列印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看到我 1月15號以後 還有2月初以後的那個賬單 其實我可以列印出來去繳 可是我還是不要 我還是要等著他單子來 我才會去繳這筆的費用 因為我要對這個明細的部分 好 謝謝 那我這邊可能更正 因為我都是參考網路上一些網友分享 還有就是出資消失問題 之前也是新聞有報導 他們有出資1000塊 結果第二天這個1000塊不見了 然後他們過路的時候還說 扣不到防疫而不足 對他們造成困擾 然後還有這個 最後一個就是說帳單 就是剛剛林先生拿的 然後寄來帳單是沒有明細的 然後也沒有條碼 沒有條碼直接去櫃檯繳費 一定要拿這個帳單去 iPhone去列印出 我的繳費的帳單 再拿去 這個才有條碼 然後才拿去櫃檯 櫃檯才能掃 才能繳費 那這樣寄來的那根本沒有作用 因為也沒有明細 我的網路上也沒有明細 你寄來這個我也不能繳費 那這個帳單 尤其是全民買單 全民買單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這個是交通簿 交通簿激發的 有資交通簿錢 為什麼 就選擇那個 遠通拿去轉 然後交通簿為什麼 幫他花那個錢 我們那裡搞不懂 為什麼 這上面非常不小心 還有一個上面是這樣想 這樣子 好 下一題 謝謝 再來是情感方面 這個是比較情緒 這個是遠通發言人 這個是遠通的宿命 然後徐曉東 也之前在OPU的時候就說 這個計上的就是這麼貴 賢貴都不要裝 然後最近出的包出這麼多 大家要通勤我 大家要通勤我一下好不好 Please 講體力 我是做善事的 國家沒有出一毛錢 想退就退 但是如果請問你 你退了要怎麼上國道 什麼叫你退了要怎麼上國道 他一個董事長 他居然不曉得 他們現在的政策是 你不貼一take 你也能上國道 他在媒體前面講這種話 誤導我們民眾說 沒有一take就不能上了 這個是非常過分的 我們的數學是 我們希望一TC 收費國有 然後遠通電收 要繳交之前四億的法寶 然後徐曉東 遠通電收應該出現到誰 特別是針對 他剛剛講的一句話 然後就是 你沒有tdtake 不能上國道 這個是他不懂民眾 然後他的公司做這麼多問題 然後我想 突然有想到一點再加 第四點就是 他們應該妥善安排收費員的退路 然後最後 跟各位心得分享一下 就是 這是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的 這個沈欣雲小姐 真正的喜歡不是沒有錢 而是沒有能力去付出 我在上個月之前 我也只是一個小小便 那只是 我也不是一個有錢人 但是我只要出一千兩千塊 我一開始 第一次我一兩天當地址 就有出大概一千多塊 跟另外一個朋友喝水 那其實 那個錢並不是對我造成很大的影響 不是說幾萬塊 也不會對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 可能我今天晚上吃神一點 我可能 少看一個電影 少買建議 但是我可以去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我可以把錢捐給刺探單位 我可以去做反對社會 就是不公公主義的事情 那 其實我們是有能力的 但是 有能力不代表你一定要有錢 只要你有去做的 就是你出了一分力 你包含 你會不會回去告訴你爸媽 要把一切都死掉 這也是出一分力 這就是你的富有 你的力量 好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好 謝謝 沒有聽到他說 去把他死掉 那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今天看這個視頻 還有告訴你說 其實很多公民行動 我們可以發現 他非常簡單 然後他從一個最日常生活裡面 發生的事情 然後開始去擴散 然後去集結 然後去對這個事情發生 所以我想說 在這個網路時代裡面 其實我們在公民行動 參與其實會更加的容易 更方便 那剛剛聽完孫偉的講完以後 我們家醒李俊鴻先生 那在他講之前 其實他一開始 他說他剛剛我們在聊的時候 有一個專門ETAP 然後他也還沒有在猶豫的 要不要把它拿掉 那可是呢 他在有ETAP的情況下呢 同時他也捐了一千塊 李俊鴻 反正他不是好朋友 那我想說 那個可能是淑翠捐 他可能好像良心上不愛 那我們現在來聽到 他的這個轉折 那我現在 因為剛剛我們在聊的時候 還沒有聊到說 他到底現在還有ETAP 我們還不知道 那所以我們先請他說 說明 謝謝 謝謝阿卡教授 其實已經失了 不然我今天不敢來 就是已經有撕掉了 然後才會有這張帳單 那 剛開始 覺得那一千塊真的是有贖罪的意思 那時候真的還沒有撕 那時候其實 蘇維在FB上面PO這個訊息的時候 那我第一個時間點就是說 哇這個idea實在太好了 怎麼會有 因為其實早期阿 其實很早很早之前 我是跟蘇維是騎摩托車認識 我們是側油 那你騎什麼車 我們都騎重型摩托 重機嗎 對重機 那我期待的 沒關係阿 你看 他做這個 你看阿 做 那一台 可能也可以起重機 比如像這樣 第一台是一千CC的 然後後來換成七八百CC的 那小順他那台是 一千CC的 所以他現在的吸氣數比我大 所以我要挺他 是是是 那早期我們在做 做那個 就是我們在騎摩托的時候 就是 有裝型的記錄器 那裝型的記錄器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有那種貼貼紙 在警告就是說 那個就是 彼此雙方說 啊我的車上有貼 有裝型的記錄器 請小心這樣子 那他這個idea把它化為 這個反E-tag的idea 那非常好 那時候我當下就說 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我捐一千塊也一 然後二千塊一百張就好 那其實一千塊他可以印蠻多的 可是我希望 他可以把這一千塊 印成更多的 E-tag反E-tag的貼紙 然後再發送給不同的人 這樣子 那目前你們 因為他們兩個是共同發起的 那問一下 你們現在已經有多少張出去了 大概兩百多萬張 兩百多萬張 但是實際上接的沒有那麼多 應該差不多 將近二十萬 差不多 差不多 二十萬到三十萬 對 那現在目前 就是 還沒有達到我們預期的目標 我們預期的目標 是要達到 兩百一十萬張 兩百一十萬張 對不對 就是要破那個門檻 取消的門檻 取消反E-tag的那個門檻 對 那等一下我們在 第二節再問你說你們後 去的行動會是什麼 有感覺嗎 號召大家 號召行動 來 那個進隆 我們要怎麼回應 那時候就開始 先有金額的贊助 然後 其實 其實說真的 我平常在公司很忙 因為我本身做電子業 真的是 而且我本身也要管理公司的一些 大小小的事情 從業務端啊 或是帳啊 或是等等 有一些那個訴務的事情 都需要去做管理 那我一直在掙扎說 啊 我到底要不要實際參與行動 還是說 我就捐網站就好 我事實上的內心是蠻掙扎的 然後 就是 每當夜深人情 我還是在看FB 上面那個 反E-tag的FB的那個網站的時候 我老婆就在後面 聽我結婚的 你怎麼又在看這個網站 這個可以生活嗎 可是我都偷偷看 我到就是到上班的時候 我還是會不輕易就把它打開來 然後去看這些活動幹嘛 果然是發起人啊 我還是忍不住 因為我覺得說 既然小春給我這次的機會 有這樣子的一個 算是一個社會活動 也是一個社會的責任 那說實在的 你人生找不到 有像這樣子的機會 那我會想說 好吧 那就把握這次的機會 那我就是 好好摸到我的頭髮 就是說 我會利用我 那個其他的時間去做 那不會耽誤到一些公司的事情 這樣子 還有不會耽誤到你老婆的時間 那當然就是 這樣子慢慢慢慢 我們就是成為 對 夥伴這樣子 對 那這個 接下來是你要講的嗎 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還沒有 還沒有完 那我就是分享說 我從早期的 OPU的時代 一直用到 E-Tech 然後再把E-Tech撕掉 的這個部分 那早期OPU 我剛剛已經有解釋過 OPU的部分的話 就是它有餘額顯示 然後 在路過那個 ETC的時候 它會有一些 那個就是 警示的聲音 那你隨時會知道說 你的餘額 那 這個部分的話 後期也變到 遠通就是把它換掉之後 就變成 E-Tech這個部分 那E-Tech 我會去接 因為 我為什麼去接 也是被騙去接的 因為它 那個OPU的那個部分 它又可以退餘額 然後轉換成儲子 然後那張卡也 它裡面有一張儲子卡 你那個儲子卡 你也要把它換成 現金然後轉到 E-Tech上面去 所以就是 逼不得已 你還是要去辦 E-Tech 因為你要把那個 儲子金額轉過來 那一台OPU 又可以退錢 那 大部分台灣人 都是貪小便宜 那你怎麼還會留下 那個 OPU 這個 這個它說 那個可以留過紀念 那其實是 那張卡 比較值錢 那張卡好像有 一千塊的那個 可以當成 就是轉儲子的意思 對 然後 然後 我覺得那個 再 然後後來就是演變成 那個 E-Tech的部分的話 你就是 你要 你要隨時去查你的儲物 你沒辦法查 你要download 那個 APP 你隨時去 APP上面去查你的儲物 你才有辦法查 說 我現在的儲物到底是多少 那 這個動作就會讓我很焦慮 因為有 因為你 早期在過OPU 都會警示的聲音 我不知道 在場有沒有用過OPU的 有嗎 那現在 過E-Tech 我剛開始真的不能習慣 因為完全都沒有聲音 我覺得說 到底有沒有叩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 有時候動不動 我就拿我的 智慧型手機出來 然後就去 那個 按下那個 APP 然後去看看我的儲值 進得到夠 其實應該是夠 可是就是會 想說到底有沒有扣到 到底有沒有 實際又扣到這個 這款項 所以就是 浮行之中會有一種 交易感 然後再來就是說 它還有一張小張的卡片 這一張小張就是儲值卡 就是E-Tech的儲值卡 那這一張的話 你就是要去便利超商去儲值 要看餘額到便利超商去儲值 或者看餘額就是 由這一張卡 它上面有那個條碼 你可以去掃那個條碼 然後知道它裡面的那個 金額是多少 那如果說金額不夠了 你要去儲值 那你要透過這一張 小張的這一張 對 儲值卡 那另外的話就是 還有很多人反應的 就是 怕說 因為儲值卡很小張 那你丟掉的話 還要去掛視 非常麻煩 還要去寫一些手續 那還有就是 貼E-Tech 目前就是有兩種貼法 一個是貼在那個 右前大燈的前面 另外一個就是 右邊的打光玻璃上面 那這個部分的話 說實在的 不要說影響視線 其實說的也不好看 尤其是開好車的人 會覺得說 貼那張實在是很醜 真的 所以我到最後面 它不能貼車裡 欸問的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車友都把它 其實 因為那時候為什麼會貼到 右邊的打光玻璃上面 因為 當時候 他們的那個工作人員就質疑 就是說 一定要貼在那邊 有些人 就是有跟他 就是有認識的 他就直接讓他帶回去 然後貼在天窗上面 有一些設置是 它是貼在天窗上面 不是 貼在那個 右設廠的玻璃 阿砍笑說 你太聰明了 對 因為講壞了 我也覺得貼東西 都好聰明 所以是算貼哪裡都沒有 那你們 那個B-10的貼紙 要貼哪裡 我們現在目前貼紙 都是貼在 現在越做越大 從早期的 這個size的版本 然後 貼在我們的 後面的車家 或是貼在前面的 下巴的地方 前面的半把的地方 都有人貼 然後演變到最後面 貼的位置 跟貼的size 越來越大 那本身 我們這邊的那個 反Etake 這是原創者 就是 那個 孫先生的 那後來 如果說你們有到那個 反Etake 不創中貼紙的 那個FB網站的話 你可以看到 非常多版本的 不同的人 所設計出來的 貼紙 而且這些都是 反映我們 人民的一些新增 那這些的話 持續還沒有 我收集一下 接一下 還可以少 簡報 有那個 有那個簡報的部分 我只是說 可以辦個展覽 哈哈哈哈 沒有沒在賣 然後 其實 他們所謂的 號稱的 優比的部分 其實有幾個 稍微會整一下 他是說 除此 扣款 可以打九折 可是這個部分 到了7月1號之後 是全部都一樣的 可是因為 這一個部分 到時候都大家都 平等都一樣 聽說 刀工具有意思要 取消這個 打九折的優惠 對不對 他們好像在醜釀當中 就是 如果你沒有 貼Etake 他就不會給你 九折的優惠 然後再來就是 不需要繳款式 需要儲值 可是如果 我沒有Etake 沒有貼這個的話 我根本 不需要去儲值 沒有這個儲值的煩惱 然後他說 體積小 可是我覺得 沒有貼 是更好 更好看 然後 第四個部分 他說 申辦的距離 多 相當便利 那我今天有稍微 算了一下 他全國的 持營加 加盟的 總共才120個店 跟他所承諾的 3600個店 實在相差太大了 他這個所謂的 門持的概念 是什麼意思 他有分成 直營跟加盟 因為他應該不會 只是做 Etake 這件事情 是 直營跟加盟的意思 完全不一樣 因為像 我今天我有同事 他去辦 車子的貨物 要把另外一張 Etake 貨物到另外一台 結果他到加盟點去辦 結果他說 不能辦 他說一定要去直營店 直營店 直營店 說實在非常的少 第一個就是 所有的高速公路 然後再來就是 遠通的直營店 對 那個數量是這樣的少 就是店家的數量非常 所以這個服務 真的是造成他很大的方便 他為了要去辦這個貨物 他還要跑去 最近的 泰山州會站 不是 那個休息站 中立休息站 他是最近 他住哪裡 淡水 淡水 走到中立 你看這樣一燙個油錢 就要花多少錢 對我們來講實在是非常便利 對 然後我是覺得 退掉之後 我是覺得整個就是 都市重負 那我是透過 網路上直接就是 直接退掉 那網路上 你就會直接到 高工局的網站上面 然後輸入你的車牌號碼 還有 就是車主的身份證字號 然後再輸入 本身車主的事情的 那個帳號 就是油局的帳號 或是 銀行的帳號 那大概 一週的時間 他的那個費用就退下來 非常快 那你們的Facebook上面 有講到這個 如何退 e-tech的SOB嗎 有 我們在首頁上面 所有的第一個 這個赤底的頁面 所有的交戰 守則 都有 他會教你 怎麼去上網 去把這個 e-tech的退掉 那我們在高雄活動 其實我就是那個 退的那個人 就是 我為那台電腦 然後當天我大概 退了將近有 八台的車子 其實就是 直接上去之後 因為有些人 他不會超過電腦 他覺得麻煩 那當天我們在 高雄辦活動的時候 我就當天就 退了八台 所以你就等於是 帶電腦去 然後直接在 往上 然後插旗子 免費幫你退 e-tech 然後 e-tech不爽裝的 直銀門職 哈哈哈哈 沒錯 然後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說 除了完全沒有 退一個e-tech 之後 我覺得完全沒有 就是不用擔心 收考的余額不夠啊 然後動不動 就怕說 過期 會被發現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只要等到他這個 平靜寄來 就是剛剛我顯示的 這一張子 他寄來之後 我按照 就是對這個日期 因為他只有日期而已 他沒有明細 他所謂沒有明細 是說 他沒有 列出來說 把你經過是 經過哪幾個暫點 他沒有 這個就是剛剛 出院生講的 他沒有特別有明細 也沒有條碼 你不是拿這張 就可以馬上去用條碼 像一般的明細用碼 是不是有條碼 可以馬上刷了 就別繳錢 他說是有明細 我們可不可以再回去一下 那個沒有明細 就是說 你今天可能經過了五個收費站 可是沒有顯示出 你是經過這五個收費站 因為現在不是佔比 他是用公里數 用公里數 對 他是用公里數 就是你今天跑了四十公里 那四十公里的那一個 的機率是多少 他沒有顯現那一個 這個真正的那一個明細的部分 沒有顯示公里數 對 沒有沒有顯示公里數 他只有顯現日期 然後金額這樣而已 就沒有 然後他交費也非常不方便 就是說他沒有條碼 所以你要自己 到iPhone上面去操作 像一般的老人家 他絕對不會 所以如果說像老人家 如果要拿這個去繳的話 他真的要拜託便利超商的店員 請他們幫忙操作 列印出來 然後再去繳 多麼不合理 多麼不方便 就是要用這種方法 讓這些老人家 再去貼一貼的 真的是太過分了 太好 我們都是不會操作的 你是行動質疑門司 然後再來是說 我也不用說 隨時會收到 餘而不足的簡訊 然後造成那種交易感 因為以前我真的會 一收到簡訊 我就很緊張 就是你自己就會覺得說 沒有我幾天之內一定要去繳 不然會被發錢 那現在我沒貼之後 完全就沒有這種交易感 另外的部分的話 他還要在 如果說你本身用e-tag的話 你本身還要 如果說你去儲值 他有一個最低的儲值金額是400塊 你要儲值100 不行 他一定要儲值400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點是說 拿錢去給遠通 去省利息 因為你看一個人叫最低 金額400 其實沒 我們統計過 好像上高速公路的車子 總共大概有600萬台 你看600萬台只當400 是多少錢 這些都是利息 都是彼子彼高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最近這裡提到的 那個 各式外界的問題 這個是我所擔心的 因為大家都有收 聽 就是接聽過那種 就是你的各式外線 然後有銀行的 保險的 一天到場電話來的這種經驗 那這個的話 一定還是會有 那這個部分我再分享一下 就是當初 我們的那個印刷的那個 發跡的那個 開始的時候 是什麼萌發出來的 其實就是從那個 那個小孫 我要叫他小孫 他開始就是自己印刷 然後自己去找 配合的印刷店 然後這個印刷店 他還要去補價 比較說 這A B C 哪一家比較便宜 而且這些老闆 都其實都知道說 自己在做工藝 所以其實有些都是提供 比較優惠的價格 那剛開始的話 這些都是自己自費印刷 其實真的就是透過 透過當愛好朋友 然後幫忙去注印這些貼紙 然後發給 各地的人 然後小孫這邊 他還不只只有發 然後他還負責寄送 所以他幾乎每天都在記信 每天大概 多少封 上百 大概 兩百多封 兩百多封 所以他有時候 根本就很忙 他幾乎 就是他店裡的聲音 就更困難 沒錯 真的 其實他當發起人 就是要這樣 猶豫犧牲 然後除了那個 要寄送 一天兩百多封的信件之外 他還要應付每天來的媒體 因為那時候每天 去的媒體非常多 什麼台都有 因為你今天是沒帶 那個媒體的名片來 不然的話 真的是無法一堆 他還要應付這些媒體 每天就是要訪問他 所以他一度 要把我推向火坑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那個克里夫 這個 那個什麼名次的要來訪問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下 我說 那個 其實他是訪辦人 就是要供他來承擔的 然後我們是幕後的 就是幫他fush 這樣就好 所以我跟一個人跳就好 然後 再從 自己印章的部分 跳到註印 我們所謂的註印的話 就是在FB 在當下 我們大概三天裡面 我們就成立FB的粉絲團之後 然後 孫偉就把 他的 原作的 這一個貼紙的 原始檔 叫AI檔 就直接放在上面去 給全國所有的人 去自己印刷 自己發 因為如果 透過這樣的活動 這個才會迅速快速 那我們有一個名稱叫做 全國遍體開花 那現在目前的點 我今天也稍微算了一下 我們有分喔 早期有 桃豬鳥 然後中部的 花東的 還有 澎湖 金馬 都有對不對 現在目前我們有270個點 而且都是 開銷所講的 都是指引點 你去就可以爬到貼紙 而不是遠通所講的 加盟點 這麼爛 所以你能提遠通 還多150個指引 是 反正 它就是指引加上 加盟 才120個嘛 那種 指引就270個 是 是 好 大家鼓掌一下好不好 謝謝 那其實我們透過這個 FB上面的粉絲團之後啊 其實我們現在粉絲團 大概有1萬多人了 快1萬2 快1萬2了 那其實 人數也蠻多的 因為短短才一個多月的時間而已 那裡面有很多就是 大家都可以觸發自己的意見 那如果說 在座各位還沒有加入的 麻煩一下 到裡面去幫我們 按個讚 謝謝 那再來 我們除了在FB的活動上面之外 還有就是 我們有發起實際的行動 周先生有發起實際的行動 像1月19號 我們直接就到 高雄去註點 發放貼紙 那當天也是有 許多的 媒體記者還有朋友 直接來訪問 還有拿貼紙 那一天也就是我們 直接註點在那邊幫忙 就是上網 在 那個 遠通的那個網站上面 直接幫他們退掉 那本來我們1月25號 還有一場會在台中辦 就是註點發貼紙的活動 那因為1月20號剛好是 那個 我們剛好有一個 Robin 就是一個賽車主播Robin 他有主導一個 E-Tech復仇者聯盟 波羅管陣 是一類的打遊戲 那我們就是 那一次 齁 就是跟著大家 一起到那個 凱道去發射的 那時候有多少人 要有一千塊 其實 大家 大概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 對 不簡單 那還有一千 還有兩台車 對 還有一些是 直接是開車許的 直接就是在 我們有分兩個地方 一個是在那個 江東部 一個是在 遠通的那個 大門口 集合 然後 比如Robin那邊 直接發車 因為有些人是開車直接到 開告去集合 然後再來就是 透過我們這些社群的發起人 孫偉孫先生 那另外 其實我們的社群網站 其實有好幾個 管理員 那我只是其中一個 那 有些今天是比較沒有空白的 那 都是靠我們這幾個人 在幕後 慢慢支撐 其實他們 其實因為齁 都比較早 所以因為隔天還要上班 他們有時候就 就這樣可以聊到 一兩點 兩三點 都沒有睡 我在想 每天早上起來 我就這樣 一直讀那個訊息 你知道那個訊息一出來 才會 對不對 所以我很怕 就把他關掉 其實我就是 就是像他是 被老婆說 所以我就盡量 就是把那個聲音 隔天早上起來 再慢慢看他的訊息 那如果說 比較重要的那個 我會去幫我 加入這個討論 那如果沒有 就是 由他們來主導 這樣就好 那我就是做為其他的 輔助 或是幕後的部分 需要什麼樣的援助 像今天他需要我過來 我想說 好啦 那就是先把公司的事情 編碼完之後 然後再過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 這個經驗 謝謝大家 好好 謝謝 那真的 詳細的說明 那 第三位的分享者 是 詠麗 陳詠麗 那這一次呢 因為值得去 星期五 或 等待這個星期五 最主要原因 也是因為詠麗 因為我們在當時 在 憲法133實踐聯盟 當事工的時候 在那邊操東西 然後就開始會閒聊 因為你知道 做家庭帶動 我們做的是 家庭帶動 就是算那個聯署書的時候 家庭帶動 就會聊到說 欸什麼社會議題啦 跟以前那個聽廣播的很像 有沒有 真的 然後就會聊一題 他就講到這個 這個 反EET 但因為我沒有開設 所以我不知道 那當然 後來我也跟馮科講 馮工業講 就是說 他願意在他的腳踏車上面 裝EET 都不爽裝 來 就是想應這個活動 所以我其實是 大家的參與方式 除了我們路上按讚 這些貼紙 你可以貼在電腦上面 貼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貼 那 所以我覺得要特別介紹他 那個永明也是多虧了他 我們今天才有這場 那種那麼精彩的 一種分享 然後我們現在 他接下來再跟我們 介紹一下 E-Tech的技師跟石墨 因為他自己是研究員 所以 他做的事情 就會有一種研究員的感覺 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好 那我們特別歡迎 用力 感謝凱哥的熱情介紹 會參與這個反EETAP活動 其實也是一場意外 那我最早開始注意到這個活動 其實就是去年 年底 那就是 我記得沒錯 應該12月30號 那一天是最後一天 就是 用收費站的方式去收費 那 三日之後是所有傳統收費方式洗的 那就開始 全部整個國道繼承上路了這樣子 那 沒想到就是到今年1月開始 這些國道祭費 就是 就開始出了一大堆包 那 可是 那種 遠東給的態度是不懂寬心感性 卻還一直硬 然後 那我也是非常看不爽 這個 這個 遠東集團還有遠東公司這樣子 那 所以就是 後來就在Facebook上看到 有這樣子 其實有 孫大哥和安寧先生他們 就是 開了那個活動 就是硬貼紙 所以想說 那 與其一直在電腦前面當個鍵盤奮心 那 道路就是 實際出來參與 其實你們這件事很鼓勵很多人 你們把門檻變得很低 這個是 對台灣人來說 做這件事情實在非常重要 而且還有集體性 所以也是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從事社運不正是那種 大的理念的東西 他可以跟社會這麼貼心 直接對抗財團 好 那下一張 這個就是 e-tech出包之後 許旭東 遠東公司董事長 他也是遠東集團總裁 他對媒體的發言 對 他說 這就是 如果大家對e-tech購買 就可以退了 但是他又一直說 要請退e-tech之後 你要請上國的道 之類 然後又不斷強調比例 又要大家給他重新 反正前錯外錯都不是我的錯 那結果 遠東公司那時候的發言人 竟然又對媒體講了一句 重疾 重疾到 全體擁護的話 就是說 e-tech出錯是 必須要去面對的宿命 那我看的真的是 真的是很倒彈這樣子 下一個 下一個 所以 如果說 e-tech出包是宿命的話 那我們 必須出來反對 e-tech是不是也是宿命呢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很詭異的事情 下一個 然後這個是 e-tech出包店 其實 它e-tech出的 出現出實在多到 難以說明 剛剛孫大哥 大概也都有補充的 那我也覺得 你可以稍微再捏一下 因為我們有錄影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讓大家在聽的時候 可以聽得比較清楚 其實一開始 書說這個就是 重複扣款 這可能是 如果說你 你開車 若是走內線車道 那 就是變成說 他們的門架 都是雙向的 變成是 你對向的門架 也會扣到你的車 變成是 你南下北上的同時 都被扣款 這個就是 就是 代表說他感應就是有問題 對啊 那他扣款第一點錯誤 可能是人民在台北 可是當天卻 可能在高雄 而且時間可能只有相距幾十分鐘 變成你根本是說 光速式 比戰鬥機還快的 來回去 給e-tech感應扣款 那還有就是 帳戶系統不搖 就是 剛剛 林先生、孫大哥有提到 就是 他的那個 查帳系統是進不去 那明明是自己設計 網頁設計不搖 那 還有流量不夠 所以 人民要 用不能要查 也查不到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他的計算複雜 那跟人民自己一些計算費用都不同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繳費麻煩 你需要 你照單門 你要去繳費 還要再多一道手續費 那其實也不合你 你一般電話費 你要拿電話費這樣去繳 他也不用跟你收手續費 那為什麼 你假如 國道用費 就要再多一道手續費 對啊 然後以及 車牌辨識系統 也不好 就是 剛剛提到嘛 原本 高速公路可能是高駕道 他的門家也是設置在高速公路上 可是在 高速公路下面的平面車道 也 也 也同時也被扣款 這真是超詭異的事情 而且 這個是不是有一個指標 寧可挫殺 又來也不可挫放一人 對啊 而且那個 有人 那時候我記得媒體的報導 還有去 上面 那個媒體報導那時候 還有特別說出來 是說 他那個相距 從門架到平面高度的高度 大概是15公尺 所以說15公尺也能感應到 那是後來後面就有人 手用那個鋼鐵人 那個鋼鐵在飛 在空中飛一個照片 所以說 來聽說 他在 那個天空公費 也要被EK的感應到扣款 這樣子 對 對啊 那其實就是 遠通 他原本承諾出的方法 就是 原來國道收費員 他沒辦法直接 進入遠通工作 因為什麼 他們沒有那麼高的學歷 遠通通國工作 都要大學學歷 但是 他們 就沒有 合理的工作去安排 這樣子 這個收費員 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好像 我們 台灣好像關心的 比較少 因為接下來 到底這個責任 是屬於 交通部的責任呢 還是 遠通的責任 其實 在交通部 跟遠通簽約 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說要蓋花承受 就是 對 是遠通要負責 而不是說 因為 這些收費員在國道 為國家奉獻付出那麼久 好幾十年 這樣子 政府說要改定收費 把這個功能 承包給民間廠商 然後 原來收費員 就像 好像用完擠丟原洗塊一樣 就這樣丟掉 這當然不合理 所以 你如果遠通 他要承包 國道收費業務的話 他其他的一些 配套收費 要改革的事情 應該要改革承受 這也是他的責任 那你們 主要是哪些 國道收費員 目前的狀況 就被 之前的 國道收費員的狀況 他們的消息 目前 就我所知 他們好像是已經有 成立一個團 就自救會 那也是 有打算 就是 就是要求 交通 交通 可是他們的詳細 情況 我還不甚清楚 我印象中 那天 就25號的遊行 好像他們也有去 對 對 就是他們 就他們自己 有組一個集結會 這樣子 對 不過我覺得這些 這是國道收費員 後續還值得關注 對 好這個是 目前我知道 就是反應 可以有相關活動 那最早的話 其實是在 我參與的是 1月18號那一場 那場活動其實也是很臨時 大概從 開始討論到 決定要 發這個活動 可能也不到一個禮拜 所以 1月18號那場活動其實 很多人都不知道 對 那主要 他那個主辦代表主要是 7年 9月18號 他 電 電視工會 那 去一起去 他們其實主要是說 為了 那些 國道收費員 這樣子 那 上面 看到那一張 那個 徐旭東 Buster的貼紙 好像也是 工會一個人自己去設計 然後自己一樣是自費 印出來 那 E-Tech的貼紙 那是我自費 這樣子 那也是 到 遠東集團旗下的 遠東百貨那邊 去表達不滿 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到1月25號就是 就是 賽車主要ROCKING 就是號召 大家 就是 來一場就是 比較大的 可能規模比較大的 抗議活動這樣子 那其他的其實 在差不多那一段時間 其他縣市也有 可是也是 很臨時 但是規模很小 他可能就是 集結在那個 高速公路的 教育道口 然後 就是 可能發貼紙 或者是 喊個口號 快閃一下 就這樣子而已 對 那其實 屍體活動並不多 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 其實這是我從 維基百科上 接取下來的 那這個只是 一小部分而已 你要看說 從一開始 使用OPU OPUGC 劑備 一直到現在的ETAG 哇 那其實列表真是ROCKING 那個 一夜真的看不完 那代表說 遠通他這個事件 真的是慶祝難輸 對不對 那 所以就是 最重要的 我只有大概列的重要 在上面而已 對 這個 參考一下就好 然後我現在來講講 我自己 親身參與的反ETAG活動 就是 一開始就是 孫瑋大哥他們 就是 自備套套 然後 發起這個 硬貼紙活動 然後又開放他的 那個圖檔 給大家去修改 使用這樣子 那我就委託 那個印刷公司 稍微幫我改一下 因為有人 反應說 一開始的版本 好像是反而在幫 ETAG打廣告 那 不爽裝這個 三個字可能就是 比較沒那麼明顯 大家只看到 遠處的話 就只是看ETAG 所以我就 請你一小鐘 幫我稍微再改個版 就是換個 紅叉叉 那這樣就是 能意味說 其實我們是反對 ETAG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 就是印 至少要把印了兩千張這樣子 那也是想要 也日本也是打算 發送給大家 那時候 那時候 也是在那個 Facebook社團上 那也是蠻多人想印的 他們也是有些 鄉民說 願意捐錢給我 然後 註印這樣子 那我的 但是我的方式就是說 錢你可以不用捐給我 但 我希望你捐給一些 公益慈善團體 一來除了反EAG 你用來做公益 這兩全其美 對啊 所以 他們就後來真的有 鄉民就是捐了錢 然後我就 寄一千張給他們 這個是他們捐款的收據 再一張 對啊 那特地把 列出來這樣子 那其實 我本來還想說 那我這樣子的模式 能不能一直 繼續下去 就是說 讓那些 不但可以做公益 不但讓那些 弱勢團體 可以得到幫助 五六人在不斷宣傳反EAG 的 這樣的活動 可是 很可惜的 可能是因為 跟遠通一樣 配套做事沒有想好 所以可能就只有到 這個 彈花裡線 就沒了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 這樣子來說的話 對我來說 這樣的活動 是不是還蠻有意義的 這樣 然後這個是不小心被媒體給開到 好 在1月18號那一場 在遠通來後前面 發那個貼詞這樣子 這樣子 那 那就是發給其他一些過路的人 然後 就悲哀下來 這樣子 好 其實就是說 除了在參與 現實生活的一些集體活動之外 我認為說 遠通 從以前到現在 發生過的事情 就是 搭到小家裡 真的是 慶祝難處 根本看過看過我 那 很多人只看著 只到當驕傲 遠通出問題了 可是不知道說 他以前到現在 的來龍去脈 說 為什麼 會現在變EAG 原本以前的 一體性質 用好 為什麼要轉成EAG 甚至是說 以前的那個 那種 收零錢 就是收費方式 人工收費 用回數票 或者是收零錢方式 用好好的 為什麼要改成 ETC 再來是EAG 所以我覺得是 有必要把 這整個電子收費的 歷史 死墨 然後做一個整理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從以前到現在 發生什麼事 才會變得現在這樣子 那 我原本一開始 只是用一個 網路上的工具 然後可能再擷取一些 可能不會去買顆 或者一些 比較重要的事件 弄成一個 時間 時間軸列表 對 那因為現在這個是 簡報 淨態呈現 沒辦法開網頁給大家看 他那個其實就是 很簡單就是 你看的話就是 一條 很像時間軸的關係 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也是類似一個 推測的一個 回網誌 對 他就是會把你的 事件 發營過的時間 都是用那種 類似核道的方式 時間走 讓你去看 你什麼時候發生哪些事情 你還可以回顧 也可以往前 再往後 這樣子 那後來 網路上有一個公民分子 叫G0B 臨時政府 他們的一個專案 就有做這樣的 這樣子的那個 呈現方式 他的專名字叫政治 我想說 他們的見面 他們那時候其實也有記載 e-tech這個事件 那 他們見面也比較分的 那我想說 那我就把我 這部分是整理到他們的能源 對 然後這是其他網友的參與信息 這個我只大概隨便搜尋一下 像 ETC這些事件的話 Mobile01 那個是一個網路上 很有名討論區 那 為了這個 特地加開一個專區 讓網友去幹掉 因為 不是 討論 討論 他們使用e-tech 或ETC的一些經驗 這樣子 那我只隨便說 社群大概可以12萬3000 而且只單單死在Mobile01 還不怕過其他討論區 然後右邊的話 那個是我在Facebook上 用相關的關鍵字 去搜尋出來的社團 也是 也是 就是大家都是 反遠投 那至於孫大哥 他開 他開的那個是 第二個 ETC不爽的時候 免除之一要上過道 我們主要的活動 訊息 還有什麼 甚至什麼 貼紙設計檔 還有各地發放點 都在 都在第二個社團那邊 那我們目前已經看到 已經有一萬一千兩百四十三位 那目前這些成員數還 逐漸增加當中這樣子 好 這個就是剛剛有提到 從一開始孫大哥 他把他的原始檔案 放出來之後 然後 由網友之行 再去改版 再去修改或設計 然後弄成他們自己覺得很 很OK 就是弄得很有創意的貼紙這樣子 而且我這個列出來 就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其實還有更多 更多的版本 我沒有 沒辦法全部列出來 像我最近有看到一個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汽車口號 叫小米 你問小米 他就說好啊 那 有人也是把 用那個小米 那個人 人的那個樣子 在 在 套路這個 e-tag的活動 也是做出一般貼紙這樣子 那這個 這些都只是一小部分而已 對 所以因為大家就是 因為有一個人發起套鑽引玉 大家就自己去改版 然後設計再印貼紙出來 然後發給大家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 真的是全程聘定牌頭啊 這樣子 不過呢 我們目前 我們目前的活動大部分 就只限於 就是 在網路上 或Facebook上 然後大家去討論 一起去碼圓頭 或者是自己印貼紙再發貼紙 可是 這樣子 遠通就能受到教訓嗎 他就真的會 改善他的一些出高情況嗎 我覺得 並不來 就像我之前說的 從 一開始實施國道技能收配到現在 遠通出過的出 真的是多要慶祝難輸 那這些 剛剛蘇大哥 有補充過了 對 而且 更 更讓我們 尤其是讓我最突然的是 他明明之前 在台中ETC的時候 就已經跟正比簽約了 所以一定要達一定的使用率 可是呢 之後 他們已經明顯違約了 但是 高工局卻又 不敢直接 對他罰款 不斷的又開協調委員會 方式為遠通解套 所以 累積到目前 將近4億元的法庭 那一毛都還沒有講 那 可是 遠通甚至還 還甚至說要 對高工局提告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這樣 不是官商公平 那怎樣才叫官商公平 那其實這些事情 大家都可能看新聞 或一些媒體 大概也都知道 知道個大概這樣子 不過 可是知道會知道我們 也沒辦法拿遠通什麼樣 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 退掉ETC 然後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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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不應該 不應該是 大家繼續這樣下去 這樣子 這個是 那時候 一個 參與一個活動 TOMS也是一個收費 他也是自費印的一面大旗 那 我自己還蠻有創意的 他因為這不滿序序的作為 那他把它印成很大一面 其實在之前的一些抗議活動 他都有拿出來用這樣 事實上我覺得 國道收費隊友 原通話說真的是一個搖錢術 可是那其實是我們全民的資產 那是用全民納稅人的錢 蓋了高速公路 為什麼你就這樣 不明不白就被你 欸 遠通給拿走 而且你 出那麼錯誤 你就還可以落無其事 這樣還可以硬抗 這擺明就是把我們這個 高速公路 直接送給遠通一樣 你知道 在U25號那一場 主辦的Rubbing 他事後 接受美女採訪 他 其實 雖然說 今天一場活動有很多人來參加 不過 他也認為 就是說 遠通出包 出那麼大的錯誤 但是 他 號召大家來想一起去抗議遠通 卻也只有1000多人 那甚至當天 就是可能 他原本還考慮說 要大家上國道 開上國道 用最低速去行使 來抗議遠通 這樣的行為 但卻還有人認為說 你是不是開動嗎 我平常上下班 繞走到處公路 你害我遲到怎麼辦 那他就是覺得這樣 這些的民眾的想法 真的是讓他非常的不屑 不過這個 很像觀察工人去握回一樣 旁邊在月台的人講 因為我趕時間 對 影響有交通 所以 所以他之後 挖平接受民意採訪 才會說的 比較 口氣比較重的話 而且事實上 他講的沒錯 他 挖平他 雖然是在台灣出生 可是他現在國際 是新加坡人 他 他其實真的 最不受vhack的影響 可是他也是 看不過遠通 這樣子假狼告 惡情惡眾 所以才出來 帶頭說 說要發起抗議活動 他認為 他認為說 這樣 中團階級 算是一種 倫落 就可以讓政府 和財團 這樣子無法無貼 這樣子 咦 永林 我可能想問一下 就是說 剛剛你們在講說 我們的國道群庫的錢 就是被遠通拿去 就去民意買單 那我想跟你講 就是 遠通 透過e-tap的收費 收費完 也透過比例 一直回到高空去 回到國庫 大概知道嗎 這部分 我不是很理解 因為你這樣講 好像是說 他們搶不到哪走 還是說他們只是 有這個系統 有耐收的費用 這部分的話 我覺得可能要看合約書 合約書才會講 但是合約書到現在 都不會公佈 我們現在 能拿到合約書 是在2007年 我沒記錯的話 就是 交通庫跟遠通 簽的那一份合約 而且那時候還是用 OPU 那個車上機的那一份合約 那後來就是 原本那一份也是 沒有公開 那後來報紙還 是流出來 那我也有把它 把那些檔案 放在那個社團網上上 那個 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就是 其實合約裡面就有註明 要是遠通 違約怎樣 是可以罰錢的 但是 但是交通庫高公局 就一直都 不敢執行這樣子 那至於 國道收費 有多少回報的話 這個 也都沒有公佈 我們要查 知道也查不到 我們查不到 目前我 知道我看查不到 我們查到大概就是說 立法院務變 會不會去凍結 高公局的預算 他們是不是 對啊 就是用這樣去懲罰說 高公局根本是 包庇場 我們可能到時候 可能 因為我覺得 你是也救援嘛 應該可以找到 這些相關資料 就是說 也關於他們 使用的這筆錢 到底說 因為以前 我們在沒用 e-tech之前的時候 都還很方便嘛 我們就收來 收來的錢 都比較過複嘛 這樣 現在就是說 你不可以廠商 有必不可以廠商 除非它會增加 我們政府的效率或效能 不然幹嘛 多做為這件事情 那不然就是說 做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有土地廠商之前 尤其是在這個情況下 你不是全熟的回歸到國庫 而是 有部分給了廠商 那就是 又造成更多人的失業 那有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我想說 有些數字的事情 可能是在 呃 大家告示大家 可能更結構的東西 看有沒有幫我們查一下 這裡我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 在ETAG這些事件 報出來之後 那我 我有去找 就是以前 就是立法院 他有對於一些立委 那對於遠通的一些 可能一些 對遠通想要制裁的一些提案 那目前有找到幾個 就是 可能就是 第一個就是他 他 在省運算的時候 凍結那個 國道作業基金 就是把作業基金 下面也像是外包廠商業務 把這部分凍結 那就是說 就是要求交通部去改善這樣的情況 對 那後來 後來就是 交通部後來又 又回 回函給立法院 就是說 還那也是講了一堆理由 說 請立法院解除凍結這筆資金這樣子 那這些相關的文件 我也有放在社團 那個FB社團的一些文檔案區裡面 那檔案區那個檔案其實真的很多 那 很多人選擇 那可能要慢慢收 那大概有幾百個檔案吧 對對對 這些可以列入參考之下 我有LOG放在那個檔案區裡面 這樣子 那 看過Robin他的發言之後 我也是覺得 我們除了發帖子以外 應該還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 我只是大概 列了一下 有哪些事情是我們可以 出來做 可是 又暫時不會對自己犧牲太大 因為我曉得 你要想像人民 出來 對某件 危害公共利益的事情 出來發生 那其實 很多地方需要客戶 尤其是心理因素 那 像是剛剛Robin提到的說 什麼 因為上班遲到 怕會遲到 所以 什麼不想要參加那種國道 台灣國道的行動 那反正要找什麼理由 不想參加活動 也有無法找不到 所以我覺得說 那 至少說還有一些活動 是 你不需 不會影響你 生活 太大 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你還是 你可以參與的 像 雖然說 像消息面來講 在電腦 或電視前面 看比較通話 但是也是一回事 不過聽的人 也只有你自己而已 學習動態是普通負擔 那其實就是 就是印反ETAG貼紙 就像 就是 這是我們來的 最大原因這樣子 那 也幫忙 像朋友 新聞好友 去宣傳 說 為什麼要退掉ETAG 這其實都是 可以盡一份心理的 表現這樣子 那 或者是說 如果是像 老闆大哥有 發起一個 真的要對政府 抗議 對遠童抗議的活動 用十句參與 去表達支持 我想除非是真的 大家真的很難 或者是說 你會要點事情 不然我覺得 實際參與這些活動 是很有意義的 那這些都只是消息面 那從積息面來講的話 就是 很像 林大哥他剛剛說的 就是 直接分享說 用ETAG會有哪些 不好的經驗 對 那避免說 很多人傻傻的想說 那我用高速公路 就圖個方便 那我就去裝個ETAG 但是 圓通完全不會跟他講說 ETAG有哪些缺失 他更不會想要說 要去改進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在你知道說 ETAG的 缺點之後 以及圓通公司 納克行惡狀的表現 那你就可以去 推出ETAG 並且進一步的 去 不要去遠東 集團底下的一些 相關企業去消費 不要去購買他的產品 或者你不要使用他們的服務 比如說 哪些 這個在維基百科上面列表 那我覺得 我只能簡單講幾個出來 像是 電信的話 就是遠傳電信 然後 百貨業是遠東百貨 然後 醫院是雅東醫院 甚至你也可不要去 服他們的學校 原資大學 其實這些 別多 電流 雅東紀錄學院是他們的 對啊 雅東紀錄學院是他們的 所以我們現在現場 用遠傳的舉手 還沒人敢舉手 你沒辦法用了 沒關係 可以馬上去退 不高興你就退 這樣 我們其實要有學習 那個林俊宏大哥的精神 對 我們可以 還是可以 用那個 可以捐錢 對 然後捐點錢 我覺得 遠東集團 就是徐玉東 他 觸角再大 他再怎麼有實力 他再怎樣能夠 買通這些官員 為他附航 他也沒辦法 一手 把所有 那個跟人民生活 相關的一些市場 或者是必需 全部都包銷 當然除了這個 國道收費以外 因為 你雖然說 你不想走 國道不想被收費 你可以走神道 可是我覺得 那不應該是這樣 那國道本來就是 屬於全體納稅的人 對 所以 這點是遠東公司 他們本來就應該要做好 除了這些行為 行動之外 你還可以 進一步 去監督政府主管單位 你可以可能打電話給立委 可能像是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的一些立委 要求打電話到辦公室 要求在 這些院位的質詢上 像交通部長 或者高工局長施壓 問他們說 他們就一定要什麼事要擺上 為什麼你們可以一直包庇他 罰白頭一腳 這也是一種方式 再來就是 甚至可以更進一步 一起讓我們組織端倫 像遠通或打官司 之前那個 那個教授 就是買新車 宣布我們請到被裝的e-tag 他就自己去 對遠通 提出官司通告 我印象中 他好像還有把這個 這些流程 和交戰手的 就是分享到網路上 可是畢竟你中一個人 要對這一層的大財團 那力量有限 我覺得這是需要靠組織起來 然後大家一起去 對遠通提出 控告 和團結力量大 這樣才會真的有效果 才會讓徐旭東知道說 人民不是這樣 就是要被他吃實實的 這樣子 那再來是結論 就是 我覺得 經由這個反e-tag活動 是讓我覺得說 我們能擴大共用參與 就是說 我們現在社會上 所領導的問題 不是只有e-tag而已 還有其他很多方面的 都需要人去關注 對 那如果說你 因為問題實在太多 你真的無暇一件 每件都去關注的話 而且不想費那麼多心力 你可以先第一步先參與一些 比較能夠開放公共討論的 一些活動 像是哲學性騎乳 不用啦 我們不用做置物性騎乳 現在都是做工業廣告 這是工業廣告 這是工業廣告 工業廣告 對 還有G&BY 如果說你有一點程式底子的話 就像我剛剛提到那個政治 他是 一群會寫程式的工程師 他們認為說 他們可以用他們的專業技能 就是寫程式去監督這個政府 那同時他們會要求說 政府要開放資料出來 讓大家 讓公民都知道說 現在政府到底做哪些事 幹什麼東西 這樣子 像 他們的代表作基 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叫實價更入 最早內政庫他要有開放資料出來 就是給 全台各地的房屋交流 要開放出來給大家說 什麼地方 交易的多少價格 什麼房子幾坪交易多少價格 可是他的那個網站實在是非常非常難用 那因此 G&BY裡面一群人 就是要求內政庫開放這些資料 那些程式 那些工程師 自己再把這些資料 再轉成一個 介面比較分的 也比較容易查詢使用的一個網站 那其實那個後來就是 那個網站其實有點 怎麼講 我覺得可能收內政庫就變壓力吧 就是算有點無幾額 總這樣子 就是到處你現在要查 還是要回到內政庫的網站 不過從這個專案開始 後面就有很多很多工程師 願意自己出來期待 說你可以 除了像資料工作 還可以做什麼 像是國會大小生 你可以實際上去監督立法院 這是立法院各個委員質詢的影片 你在他們的網站都看得到 那有時候還可能加入一些 比較酷熟的效果 像是你對立委 或那關於不爽話 你可以跟網頁這樣 對他丟雞蛋阿 丟鞋子阿 之類的 對 不過像這個其實還有兩個網站 在二月底到三月初 中間的過程有 還有一個網站出來叫 國會武雙 然後他綁到三國武雙的方式 在三月初的時候 他們會上個上線 所以他們做的比較是像是直的 研究 你可能可以 像丟雞蛋這些橋 那個橋段裡面都會 都會有 然後還有一個也是 另外因為現在六度選舉 就七二一選舉 七二一選舉之後呢 也會有少人在做 製作一些網站 要求那些市長 來回應一些公共政策 所以他 我記得應該是 柳林偉醫師 號召一群人 共同來 1985給林偉醫師 號召一群人 共同來做 那那個網站的名字叫 市長給問嗎 那這幾個 這幾個是在二三月裡面都會出來 如果說大家想要去 瞭解這些公共議題的話 其實現在 很多網路上不同的人 都在做這件事情 對 那 那 其實說這我只是 簡單 舉幾個例子 就代表說 如果說 你們對 這個國家 這個政府 這個社會 真的有那種想要靜悶心理 想要去關心的話 其實有很多種方式可以參與 這樣子 不一定說 你一定要上街遊行抗議 才是一種參與 這樣子 對 那再來就是 底字無用廠商 其實 e-take 這件 這個事件 這只是我覺得只是 其中一個案例而已 像其實還有更多事件 是那種 就是明天廠商 就是欺騙消費者 那 可是 人民又哪沒辦法案例啊 像之前那個什麼 塑化劑啊 假油啊 我想這些大家都很清楚 那種問題也是爆很大 但是 但是風頭過了之後 我們人民還是這樣去 去消費這些 這些 廠商 那我覺得這些廠商 根本不怕啊 反正就是 我再怎樣你們 還是會來買我的產品 那我何必說 我真的說 要應該這樣子的 去改變 我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 就是 盡量不要 消費這些廠商所提供的 產品或服務這樣子 那 最後就是 我也是認為是最重要的 做而言不如其而行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今天 大家會來參加這些活動 這代表你們已經跨出第一步了 至少你們會 關心這個議題 會想要來了解 然後 實際來參與 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 好的開始 好的開始就是成功一半 那只是說 大家之後願不願意再 持續 然後去關注這些公共議題 這樣子 好 再來就是我的 我的影響就到這邊 謝謝 下一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我們現在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大家是 大家知道那個 E-Tech這個史莫 然後從這個史莫看 因為 看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提供給他們做一些建議 比如說 很多什麼行動方案啊 一些創意的東西啊 下圖要怎麼做啦 因為 因為 在座有一些人 都是有一些不同 團體 還有一些運動策略啊 也可以 在這裡 一起提供分享 那我們現在先 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 就是 看 在座 然後每一個 就是三分鐘 你可以做 這三分鐘可以做 comment 然後也可以 發問 然後也可以 就是 接下來就是說 你也可以提出你自己的創意的想法 那 欸 這位先先 還有沒有 第二個 還有沒有 那就剩兩個 就是 先兩個 蔡尼要問 剛剛我們在PowerPoint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Facebook上面很多社團 可是 如果不整合在一起 大家要追蹤這些訊息 其實是很不方便的 可能今天A社團要辦活動 可是BC社團人會不知道 B社團要辦活動 可能AC社團人會不知道 如果這些社團能夠整合成一個社團 大家只要去追蹤這個社團 這樣大家要一起活動會比較方便一點 如果 因為 大家都 對我工作嘛 你不可能 Facebook打開 ABCDE都去點一下 這樣 花太多時間了 如果我點 只點一個A 我就能知道全部反應Tag的行動 然後要來參加的 就會比較好 去安排自己的時間 我的問題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好 不過這個是也蠻好的 因為永靈會做那個穿外 然後你那個 等一下 請永靈 順位回答 好不好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先等一下 然後讓那位朋友先 那我先講一下說為什麼我們家會裝一Tag 就是當初我們會裝是因為 就是 那時候不是有回速跳跟Tag系統系 用吧 然後他是說 你裝一Tag的話 可以用比較高的車速過去 首會在那邊 可是這次 那時候我們想說 有可能是因為 車道速不夠 所以造成其實速度是差不多的 可是 這次春節 回去 我很明顯的感受到的是 我們回 就是 該曬的地方還是曬 然後過去的速度還是 差不了多少 那 很明顯是 就是 呃 就是沒有去 就是 背配的感覺啦 然後 他 甚至在春節的時候 原本是說一年都會減免通勤費吧 那這次也是炒得半邊才出現 那 我覺得 呃 我對這次 就是我這次回去 從台北到高雄 我有 就是有 實際觀察一下 他Tag感應器的裝的地方 那我感到非常不解的是 他為什麼是裝在就是 呃 出口差到過去 然後 車速比較高的地方 就是他明明 然後他以示範方式 可是他明明就是 我是學 資訊工程 然後我之前 是專攻的是電腦室的方面 所以 呃 我是可以理解 他的那個 呃 裝E-Tag 可以減少他去感 感應那個 車牌的那個辨識的運算量 可以減少一些成分 沒有錯 可是 我不能理解的是 他為什麼會把 呃 感應器是裝在 車速較高的地方 還是裝在 出入口 雜道裝就好 而且 這樣子的話 變成說他 呃 裝的點那麼多 然後你每台車 從南到北去 可能要被 死來一個感應到 那他 裝在出入口的話 很明顯是 你只有出去 跟下去 會感應到 那他這樣可以減少 大量運算的 能量 那他就可以 就是 呃 成本啊 或者是建設系統 會 成本會打不下來 然後有一些 包括 重複扣款 的 的問題 都是根本就會產生的 那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他 裝在速度 比較高的 就是 車型速度比較高的地方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呃 我的系統必須要是 裝得比較好的 才能達到 較高的準確率 可是 很明顯的是我 我裝在出入口 那時候大家車型 很多三四十 那我可以用很爛的東西 然後 裝好幾層 那 他的電視率 可能不會影響很長 那 我理解到 最齊 就是 呃 我得到的結論 是覺得說 會不會是 他們就是 建議的多種 會花越多錢 他會可以戳到 會扣勢更高的 那不然的話還有一個 我比較不願意相信的這個原因 就是 會不會是 他這樣才能 隨時隨地地 掌握到 人民的位置 對 那 就是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感染 或是 對於他們 相關 就是有時候相關 資料之類的 就是 因為這些問題 我覺得是 很明顯是可以 直覺地去 降低車本 那 他這麼喜歡 降低車本 他為什麼有想到 我覺得很習慣 謝謝 好 那是很好的問題 那俊鴻要不要 俊鴻要不要 俊鴻要不要 等一下這個問題 試著回答一下 然後 又你也可以回答一下 那我們順序 就先從 身為 先 看你 對 那位先生 或是 我先回答一位大哥 那個 這個整個問題 因為目前 我的社團 這個是 最大的 多少位 現在大概有 快一萬兩千 那上次 那個遊行是 有Running 那個 主辦 那我們都有 協辦 那我們 那天我們出了 很多人力跟 兩萬丈的帖子 那其實當初 他辦的活動時候 我們也是聯合所有的社團 就是說 今天Running出來 我們全部都要聯合起來 所以我們本來那天要去台中發帖子的 所以我們活動也取消 然後我們就 有聯合了大概三個社團一起去 然後其中大概 那個大概是第二大社團吧 就是他那個社團叫 有環民通緝 跟高文局 他現在有五千多人 那他們 本來說要解散 然後 可是他們 因為可能 大家網友 使用的習慣 但是他們的網站 還是有很多人在發文 那我們也吸收了他們的管理人 然後他現在 他現在這邊的管理人 現在也是我們的管理人 那現在 我們應該是最主要的 那我相信以後之後有活動 我們也一定會通知 剛剛 永林有提到那些 一些其他的網站 如果人數夠多 其實人數多少 我們都一定會通知啊 因為畢竟如果是有大活動 大家的力量結合起來 才是最大的力量 我們會盡量做到 我們一定會繼續保持最大的 好 謝謝 就是 關於 Facebook的社團 其實因為就是 有用Facebook 大家應該都 大概都會知道 就是說 你要自己開一個 個人要自己開一個粉絲 或開一個社團 其實是很容易的 那 有些人可能是 自創社團的時候 沒有想到說已經有了 所以 巢類成績那麼多 就是看起來 重複性 相似度這麼高的 那 目前看來就是 孫維大哥這次玩 人數最多 那資料量也最大 那 就 就我的 觀點來看 因為是 其實我在 兩個社團 我也有參加 除了孫維大哥這個之外 我還有另外一個 那時候 上面列表 第一個是 e-tag不爽雙年紅 這樣子 那 因為技術上 我沒有辦法完全 將Facebook 社群整個在一起 我認為 Facebook 它的那個技術上 它也不允許這樣子 對 因為Facebook 是個人帳號 那 目前的作業就是說 你如果有參加兩個以上社團的話 那 就是 以最多的使用 有發起活動為主 那盡量就是 有活動 就是 所有社團都會轉貼 分享 這樣子 對 就我知道的話 就是 因為今天有一個是 算是鄉民 可是他今天沒來 他也是 就是剛剛那個 高峰局 反高峰局有在 社團 自己的創立者吧 他也是會 幫忙串聯 各個社團之間的 一些續集交流 這樣子 那目前能做到這樣 就是 如果說有什麼 比較重大或重要的事情的話 我覺得還是可能 事先比 那種 那種 可能是最多 那個 我們在為優先發佈的地方 這樣子 你當然可以進對這兩個問題都會有 好 往上 好 在你的頻道 你也是出到中 對 對 我也是 所以這一趟 我其實跟你都差不多 你這一趟回高峰是 提前回去嗎 還是在除夕 除夕當天 除夕當天 其實我也是除夕當天 可是我是先回 我先到苗里 所以我 可是當天的車子真的是蠻多的 那那個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說 會塞車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他把那個優惠的時間 延長 提前到晚上的9點 開始就免費了 那個其實影響還蠻大的 因為我回來的時候 我是大概是晚上的時間 大概七八點 那那時候完全都不會到 從 大概從 彰化那邊 就開始塞了 一直陣陣在塞到 五秒高架 上去之後 就不塞了 所以那個時段 剛好是免費的 的時段 所以這一段時間 一定有受到影響 可是我們每次回去的時段 都不是免費的時間 不是免費的時間 不是免費的時間 10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就要同 明年我們再來觀察 因為明年它會恢復到 正常的時段 就是凌晨12點到 早上7點這個時段 那你這個時段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說明年度的那個 時間點 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原因 會受到影響 因為現在的音速 還 對 不是 現在音速沒有一個固定 因為今年有變動 那如果明年還是一樣 又有受到塞車的話 那可能就是 流少到雨 對 那我覺得今年的這個部分 會多少少 影響到 到這個 這個因素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用戶人他上國道 一個時間點 每一個人的時間點 還有心理作用不一樣 他覺得說今天會塞車 所以他提前 結果大家都提前 結果那一天就塞車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都是有一些 不可預測的因素在 所以這個部分塞車的話 如果說明年還是 但是已經取消掉 那個也長的時間 還是塞的話 那就是大家 預期的心理因素是一樣 他覺得說 除夕那天會塞 他可能提前一天 或是怎麼樣 除夕那天是一定會塞的 但只是說 我們上去的時間點 你可能儘快要早一點 像我從高雄回來 我早上六點就出發了 我早上六點出發 我兩個小時就到台中 因為完全都沒有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 不要睡得那麼晚 就是早一點 然後六點就 我六點就大概 就上到處公路 所以那時候完全都沒有車 非常好走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就是我對於他的 你說那個占別的部分對不對 應該就是那個 TTC的那個 那一個 他建設的方式是 明顯會提升很大的運算量 跟 他建成會高很高 就是 為什麼他這樣做 那我剛剛提到說 我能想到的 只有兩個 一個是 有沒有可能是 就是 他這樣收尾 或一件子很高 那時候我們又可以高 那第二個可能性是 我覺得 會不會是 就是當初講的 因為要認識自己的合作 或者是 可以即時掌控 一台車的位置 那這樣子 會不會有變相 全是人民自由的 一個影響這樣子 就我所思的話 像那個 像我常常出台到大陸去 其實大陸的做法 他就是在雜道口的地方 就設立一個感應點 然後出去的時候 又設立一個感應點 那其實這樣設立的感應點 會很多 你一個交流道 其實要有四個感應點 北上南下 那你的是從另外一邊 所以其實要有四個感應點 其實他是縮水 而不是增加 你如果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是設入在出入口雜道 就是因為這樣設的數量太多了 會增加他的構式成本 其實這些費用是遠通自己要花的 不是高空局給他的 就我所知啦 他自己要去花的 的費用 所以他為什麼會設在 路的中間 他沒有設在那一個交流道的地方 請 我看到他好像是 你進去跟出來的那個地方 他都有設 台灣的交流道 你才 沒有 交流道都沒有設 沒有台灣的交流道不會超過二十個嘛 對 那一個二十個交流道 每個設五台 設五台 這等一百台 他現在上面已經高過一百台了吧 沒有 有嗎 有高過一百台 我之前看到 就像剛剛那個林先生講的 就是說 你一個交流道 你就最少要有四個嘛 可是其實 你如果說把 全台灣的高速公路加起來 你們國道 一號 三號 五號 甚至其他的一些 聯絡到 交流道 請不算一句的話 其實他設的那些感應器 需要有三百多個 對 全程駕到其實不止二十個 有版有去統計過 國際的運用通常有三百五十幾個 那比他現在 直接用高速公路上面那個門架 有些還是 原本在建制高速公路的時候 可能是高速公路建設那個看板 他是直接應用 那個原有的那個看板門架 他就設了 對阿 對遠東來說 這樣的建制成本 是可以壓到非常非常的低 對 那他為什麼不能放在原先 放收費站位置就好了 這個就是很有趣的問題 對 因為他 本來原先收費站的距離 他只要在收費站的距離 有一些收費站的距離 中間就可以不用再設其他的 其實這個問題是什麼 原本的一體就是這個OPU 也是跟隨的收費站來收費 可是就是後來要改成國道繼承收費 而不是以收費站 一站一站通過的方式來收費 所以他變成是 基本上是有點複雜 他可能就是以里程 就是以里程來計算 而不是以收費站的方式 所以他變成說 他原有的那個收費站方式 收費就全都要取消掉 對 就改成以里程數來計費這樣子 不好意思 那個我剛剛接著幾個話講 就是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他應該是 就是比如說我們吃醬 可以想的部分 那一般的指導至少是有三個 對 所以他單邊就至少有三個 然後他是進去以後就有三個 然後他如果出口的話 那邊還有再有另外三個 那不然他怎麼記憶拿收下去 因為他一定是要進去跟出去 都要知道嗎 當然啊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在他健身的地方的時候 你車速是比較快的 那所以他會有感應不到 或者是一些 便車 便車到的時候 會從不感應到這種 可是這個問題在 如果放在出入口雜道的時候 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感應器的數量 甚至可以減少到兩個 因為下去通常只有兩道 其實原本的設置就是要再交流到口 對 如果以這樣子的那個數量來講的話 其實可以有效降低那個數量 我 對 除了有效降低數量以外 因為 因為我知道是 這樣子 我可以用比較差的機器運間值 然後再來 第二個是 我一台車從南到北 或是從北到南 這麼多個感應器的話 照携帶的經濟方式是 會變成一個感應器的感應到 那要何續呢 資料庫入以後 他的所有資料要再親一次 或是再用一次等分次 可是如果是 只有出入口的話 很危險的是 我一台車只有出去和進來 就是進來和出去的時候 我會感應到 那我用很簡單的減照 就可以知道你走的機構力 所以這樣子是 可以很明顯的減低 那你剛剛說的 他放在油門的價值上面 這個東西 就是他的路牌什麼樣的 我認為那也不是問題 因為出入口 雜道那附近 通常都有一些架子 或是桿子 其實是不認 那車子在那個地方 車數 跟車道數 是很明顯是 較低而較少的 所以 我並不認為 這樣子會增加成分 就是我不解釋 他這樣子究竟是 為什麼 這也是我們目前 所懷疑 他現在目前 投入的金額 所 的機械設備 其實跟 我們現在目前 所要要求的 是完全不一樣 對 關於出口跟入口 有個問題 這個 這個 有 關於出口跟入口的問題 應該是 遠通他怕 他的氣體沒有感應到 因為你出口 你入口沒有感應到 你出口感應到 他不曉得 怎麼可以收費 然後你入口感應到 出口沒有感應到 他也不曉得 可以收費 所以他應該是 要用這種方式 還有 我們教授的國道的系統 譬如說 你在國三會轉國一 或是國一轉國二可 之類的方式 他用這種 轉一轉一轉的 收費方式 他可以比較準確的 抓到一個 比较機會的方式 應該是這樣子 可以發一下言嗎 我剛剛在高度 有網站臨 要不要先給那一位 好 我們關於行動架設 你有什麼問題 大概太複雜了 然後 我現在比較想問的是 就是 關於 就是行動的目標版 從e-tag 因為其實我發現 我稍微看起來 我也是減反支持 因為我 這個樣子的 然後看一下整個活動 我發現遊戲 其實有很多 不得已的問題 比如說 剛開始 就是他一個 反中的那個 最訴求的就是 又讓遠通 寄貧信 然後增加他的 費用之類的 就會有 類似這種的 的 的資訊 錯誤資訊的方式 因為我們之後發現說 貧信的有資 是由高工局 來負責 負責的 然後 之後 會全部又回到一點 就是合約不透明 根本不知道 那個原本 可以收和那個 高工局 簽的是什麼樣的合約 好 我想你們有 想 或從體制內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嗎 因為 很多問題 那個 會不會到合約上 對 那 我們再請 這位 先生 我 我可以更新 我剛剛在高工局 網站上面查到 現在 台灣的高工局 全部我們倒置 交的到只有175座 然後 假設我們交到 都2000大 所以總共要裝 單邊的話 要裝 350 雙邊就裝 700座 那 遠通ETAG 目前中央門家 數字有319座 然後 高工局 假設最小3000大 這樣就接近1000座了 怎麼算都是遠通中央 比較多 關於這個 這個是遠通公司 做的決定 但是他們的 我覺得 我的意思是說 我只是要補充 剛剛那位先生的想法 我沒有要說質疑的問題 我只要補充他的處理 遠通公司 在網站上面的說明 就是我要收錢 好 那剛剛那位 合約問題 可以 要不要 有問題 我們應該比較難 去解決 有沒有辦法 是不是透過 立委啊 去找到這些 合約 要求他公布當時的 所以 有些我們拿不到 好不好 那我們要請 因為我大學 就學到了 關於這個公務秘密的問題 就是在 對政府來說 其實他們的行政作為 會受到非常多行政法人 會有拘束 那一旦他公布太多 我們就可以去法院告他 可以透過法院去拘束他 所以對他們來說 即使在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架構之下 他們還是有非常多的權力 去保護他裡面的資訊 他只公布最後的理由 就是說我們這個 是經過充分的考量 這是公正合理 公開的決定 那你就接受這個結果吧 那如果說你要告他的話 那請舉證 那為什麼手上根本沒有證據 你要舉什麼證 那即使有民進黨的議員 或是其他在黨的議員 願意支持這個活動 我們要透過立法院的 文件教會全力處理 那這其實也是非常困難的 其實那幾乎 還是有可能去驗滅證據 或是去保衛 這絕對是可以經歷做到 甚至不需要經過補償 或是智長級的同意 只要有一個小官 做一個決定 改變一下網面的成績 就可以處理掉 到最後根本不會有任何人負責任 那另外也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 可以一起嗎 這個我們剛才是提到的就是 我有一個教育基礎的問題 是關於我們這個行動的目標 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剛才聽到的似乎 聽起來是一個簡單的問題 但是我們都是從反面來界定 我們反對的是遠童見時候 糟糕的服務 我們反對的是 交通部難以理解的處理方式 自然來幫他們護航 那即使在做到這麼多事的聲音 要還是堅持要這麼做 儘管我們懷疑說 也許裡面有一些利益就可以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試圖去 更正面去界定說 我們希望到最後 我們要達成什麼樣的結果 也許說 我們讓整個放棄ETAG的政策 我們開發出 我們要求 要換一個更新更有效率的系統 或者是ETAG照做 可是我們要換一家的廠商來經營 那個是我們現在似乎在 我能夠找到的這條類 我們是比較去思考不到的 難思考到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事情 先設定太廣 總是要有一個解決方案 因為在我們 也許在我們華盛界來說 過去幾年 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律師 那在我們試圖要去 改變別人的意志 我們要跟別人談判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實質 給別人一個 沒有辦法解決的行為 我們會希望給別人一個 也許他還可以接受的提議 然後我們再給他一點壓力 就像以前的人說的 我們態度堅定 但是比起來要可善 那如果說不通的話 我們用胡蘿蔔跟棍棒 稍微對他們一把 如果做到這邊的話 我能夠給他們一個 可以接受的提議是什麼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好 在最近幾年 我們希望這個高速公司收費的資金 能回饋國有 讓國家去直接執行去收費 我們不要再透過源頭 那消極面 既然有月已經見了 我們入魂陣輝 我們希望就是 我們非這個動物 我們不要被強制 不要被國道會有制去干涉 去強制要求我們 付出手續費 或者是不可理的要求 那再來就是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人 用路人的各自能夠保護 那這個都是在無奈之下 只能只有 遠方這家公司可以選擇的時候 我們也只能做這種 最委屈的小小的心願 就是我們不要手續費 各自能安全 然後不要有會員的資金 謝謝 那當然是最希望就是 能回饋國有 就是把 回饋國有就是把 遠通解約 就是因為他不符合這個 沒有辦法履行他合約上的義務 所以讓他解約 那萬一不行的話 那至少要得到我們 你所想要得到的 比如說各自的問題 對 謝謝 回去休閒方式 還有我們非常謙虛發言人才 歡迎你加入我們 等一下留下資料 我們這裡有資料 等一下我們這裡 等一下大家簽名的資料 我會印一份給他們 因為在座的各位 可能會是一個他們很好的助力 那大家等一下 因為我們還剩下五分鐘 所以請他們各做差不多一分鐘 簡短的 還有一個陳苗芬老師 你也想幫忙嗎 沒有 我想要問你 好 那我們 你只有30秒 幫忙 這個提議很好 本來就是很多的工作 不應該都是交流 民間去做 所以收費國有收費 是應該要推的 那我想知道這個契約 江湖副跟本工的這個契約 他一定有一定的期限 那目前之所以大家覺得 無奈要接受 是因為說 反正都已經簽約了 他是不是有可能知道這個契約期 以及在這段契約期間 我們怎麼去監督契契約的旅行 他會有效應 然後在那個時間點到之前 能夠督促這個 在延陽政府都能夠跟員工 就是再續約 然後再跟新的廠商協商的條件 我相信很多廠商都徵做了 應該是比較有一定的一個積極的做法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說 氣氛到有多長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 比較長編的運動這樣子 好 這邊要分老師 是那個太大馬雷西的副教授 所以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也可以找他啦 還有幫忙那位同學 你是同學嗎 沒有 畢業了 畢業了 那也一起幫忙 我們要一起 反正到網路上 大家都是想你 一樣大 那 合約這部分的話 因為我沒有法律背景 那我也不敢在觀眾面前抓大大 這樣子 那 就我所知的話 目前能公開搜尋到的只有2007年 就是交通部高公司第一次跟遠通公司簽的那份文件 那那份文件已經 就放在剛剛那個Facebook網站上 對 那是可以下載公布的 但 但那很可惜的是 那不是遠通公司 也不是交通部自己公布出來的 那個我不知道是 可能是在政府獲得的項目 把它留出來的吧 那 就像剛剛這位同學有提到嘛 就是說可能 就算有政府資訊謀開發 但是還是有很多手段 就是沒辦法讓政府跟民間有簽名契約的那些內容都恐怖 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要堅持到說就是 變得是那個職權的問題 政府部會跟立法院職權這些問題 有可能因為我認為啦 立法院目前能 要求部會做的職權限縮範圍實在太少 那導致現在的行政部會權力擴大 甚至有濫權的情形 那立法院能對他們做的也有限 那因為現在就是大家很清楚 就是不管在野還是執政 都是國民黨去多數 那只要就是他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政策 那下面可能就會去執行 所以其實這部分要討論 其實是要化規定賣個福利 就是說 我覺得可能就是行政權和立法權 那個法案要修了 就法律需要修 那目前我們公民能做的 就是盡量只能對立委 像遠通這部分的話應該是交通委 你就打電話去立委辦公室去要求去問 那如果說這些立委是怕流失選民的水票 我覺得他們應該也會要認真去檢測 這樣子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還有三分鐘 我們每個一分鐘做一間短的結論好不好 我們先從訊號開始 大家好 很高興這次能夠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反E-Tech的那個進歷跟過程 那結界時候那個 蘋果日報有做一個滿意度調查 就是你對於E-Tech的滿意度 不滿意的 目前還有 將近有34.67% 那以34.67%的那個比例來講的話 就是換算成實際的用戶人口 有204萬物是不滿意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有30萬的車子沒有貼 那這個還有將近170多萬的門檻 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那能夠影響一個人 就是一票 那能夠讓他退掉 那就是增加一個人 一天增加一個人 那我們的那個 要繼續做的那個還很多 也希望大家能夠 能夠給我們繼續支持 謝謝 大家好 那其實我還蠻高興說 有一個想說 今天的書可能沒有很多 但是我差點後面大家其實 體溫還蠻遠 而且就是 也有那些比較 正面很直接的回應 那其實這些很多問題 我們可能在場 沒辦法一時回答 但是可以到我們那個Facebook社團 或者是網上有很多地方 可以參與討論這樣子 像是這位同學所說的技術問題 然後還有這位同學所說的一些法律問題 那至於合約和法律部分的話 我是有放在社團 有放一些參考的文件 那可能不點有幫助啦 就可能是一些立委的提案 還有他們的 07年簽的合約片這樣 但我覺得不管怎麼做 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參與 然後一起來監督說 後面應該要怎麼發展 要怎麼做 那每個在自己專業領域上 都可以有一些幫助這樣子 謝謝 那個關於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Fatec用不能查到用用明明 那前兩天 遠通公司有放棄制裁說 之後Fatec又可以上網查去當明明 然後這樣在3月15號之後 要當明明師去申請帳號跟密碼 那這個爭取 遠通的帳簿 應該算是我們在這邊 吵吵鬧鬧鬧的一個小聖明 那只要遠通還有這個缺點沒有改善 我們就會持續給大家吵鬧 那目前3月15號 我其實腦內已經有規劃一個小車鋸 那我們會召集一些網友 把車開出來 讓大家看到 我們有這麼多車子 都有貼這些貼紙 然後我們那天的活動會在 預計會在大家裡面的集合 然後繞行 然後去台北市唯一一家的直行人士 跟新北市唯一一家的直行人士 去大家團體去辦理張文革命 這樣去查詢我們的波路明星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能 付出實際的行動 然後邀請朋友一起參與我們 然後聚集更多的力量 去對抗這個人工聚受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我們今天的職業飛行學就到這裡 然後我們大概離開現場 之前我們大概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如果說還有什麼問題 可以直接跟他們求教 然後萬四次可以交換一些意見 然後也請趕快下去找你可能的 以後可以幫忙的 需要貼紙 好喔 貼紙呢在這裡免費 鄭聰明也歡迎注意 好 謝謝大家 謝謝